來開個引擎室好了 哇 引擎好漂亮啊 不知道是誰做的呢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拿出來 然後把那個4H給調進去 還有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移製成AE86的東西 希望在隔不久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這台車來漂移吧 今天呢 到輪胎店去換輪胎 所以即將要比賽 然後希望一切可以順利 Yep GoPro Stop Recording 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6點 6點20分 剛起床其實已經有睡遲 今天是MSF Drift跟著我比賽 然後現在就是準備上吊車 我們來看一下要準備什麼東西 今天這就是我的得力助手 在今天 裡面這一位開車車的是我的老師傅 我上次要車路了 在這台 要準備的車子是這一台 一片黑什麼看得到 這就是基本上我們玩車 去比賽會準備的東西 當然練習天也是這樣子 就是要 呃 訂一台大吊車 把我們的車子吊過去 所以呢 我們正要去出發 去吃早餐 待會兒就要去到 比賽現場囉 拜拜 我們現在呢就是準備 register 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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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到赛道咯 下车咯 下车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哲 陈子浩 今天是3月3号 也就是我的生日 刚好呢也遇到了 MSF Rift GONZO Round 1 这个飘移比赛 那今天的这个赛事有 20多辆飘移车参赛 那我现在身后这一辆呢 就是AE86 我的战车 来开个引擎室好了 哇 引擎好漂亮啊 不知道是谁做的呢 主要今天拿这台车来参赛呢 呃 是逼不得已 因为我只有剩下这一台车 我其他车呢 在准备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那边就是赛道了 然后 然后 待会观众呢 朋友可以去到那边 看 我们玩车 所以我们现在去走这个赛道 呃 看一下路线是怎么样 因为DRIFT GONZO的路线每一次都不一样 很复杂 出来 其实DRIFT GONZO呢 它跟一般的飘移比赛 呃 很不一样 一般的飘移比赛 可能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两台车一起跑 后追 然后前面的车 只要两台车的距离接近呢 就可以得分 像DRIFT GONZO呢 它一开始 呃 单走的时候呢 是以一辆车 走在那个路线上 然后还要碰到颜色 它有红色还有绿色 这两种颜色的分数都不一样 然后你尽量就用车尾呢 HIT DOWN它的这个CUN 所以呢你才可以得分 我觉得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飘移就是一种失控 然后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车子 比较比较挑战一点点 而且今天这个赛道 好乱哦 哈哈 今天这个赛道好乱 大家刚刚就是一直说 听不明白 听不明白 变成 他们现在还在那边在走着 我应该可以赢的 因为我这么年轻 头脑应该还比较能记得东西 啊 刚刚终于跑完了 两个圈 第一个圈 失误蛮大的 但是时间是有40秒 目前为止 目前还有谁最快啊 目前还有最快啊 40秒 这样我是算幸运 但是呢 我的失误最大就是没有碰到有分数的那个 颜色棒 对我真的觉得蛮可惜 因为刚刚在练习的时候 我都一直可以碰得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 太紧张 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然后第二圈 呃 有碰到 但是只碰到一个 然后分数没有那么高 所以希望其他的对手 跟我一样紧张吧 哈哈哈哈 诅咒人家 麻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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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準備,我們有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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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請請... 請... 好累喔 這一整天下來應該有7個小時 或者是6個小時都在暴曬太陽 當然少不了奇蹟一幫粉絲朋友們 他們今天來幫我親身 我覺得... 真的很開心 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看到他們過來 有很乖的 他們就坐在裡面 因為為了不打擾我 然後呢 整個比賽的結果 我就得到了 在Torge Run的第二名 當然在Street的我得到了第三名 其實得到第三名我蠻開心的 因為今天3月3號我生日 然後得到一個3 我覺得還蠻好的 哇,這個用心啊 這個人特別帥,不知道為什麼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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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